动物世界充满了惊喜 听到它们的事实和秘密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动物的心脏一直是科学讨论的话题 而其中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事实 许多人可能并不了解 今天阿温将向你们列出 动物心脏的惊人特点 章鱼就像头竹类动物世界的其他同类一样 拥有三颗心脏 其中两颗心脏专门用于将血液奔送到腮 而另一颗则负责供应给身体的其他部分 与人类不同章鱼的血液是蓝色的 它们的血液不含血红蛋白 这是赋予人类血液红色的蛋白质 相反 它们依赖富含铜的血蓝蛋白 来执行养器运输任务 因为在低温和低氧气环境下更为高效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章鱼在地底爬行的时间比在游泳中更多 这是因为在游泳时 维持身体运动的心脏更容易疲劳 因此 它们更喜欢在海床和珊瑚礁等地方进行爬行 大多数鱼类的心脏只有两个心房 而生活在东南亚的斑马鱼也不例外 尽管斑马鱼的心脏心房数量仅为人类的一半 但它们肩负着类似的任务 它们将氧气丰富的血液运送到身体各个器官 这些氧气来自鱼腮而不是肺部 然而令这种有条纹的热带鱼变得神秘的事 它们独特的心脏再生能力 以向于2002年的研究表明 斑马鱼可以在心脏肌肉受损20%的情况下 在两个月内再生心脏组织 你可能认为我们人类与斑马鱼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但科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由于斑马鱼与人类的生理相似性 它们在全球的医学研究实验室中得到广泛研究 此外斑马鱼中包含了人类70%的基因 现在已经有数千种药物在这些鱼类上进行了测试 所以如果你家的鱼缸里有这些奇特的小生物 请仔细观察它们 并感谢它们的同类为推动全球医学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拥有最大的心脏并不奇怪 但蓝金的心脏是否真的像一辆小汽车那么大呢 由于没有实际的蓝金标本 科学家只能猜测这种巨大哺乳动物的心脏大小 然而2014年 加拿大安大略王家博物馆的科学家们 开始了一项大胆的任务 保存一只在纽芬兰海域死亡的蓝金遗体 大多数蓝金的尸体会沉入海底 因此这件事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科学家在进入蓝金尸体之前 打开了胸腔以起出心脏 站在血液和肺部深处 科学家们将心脏从周围的组织中解放出来 这颗心脏重达400磅 每次跳动能够奔送150升的血液 蓝金的动脉如此之大 甚至人类也可以穿越其中 心脏的直径为1.2米 虽然不如一辆汽车大 但差不多和一辆高浮球车一样大 尽管如此 取出一颗蓝金心脏绝非胆小之人 所能办到的事情 猎豹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快的动物 它们分布在非洲地区和伊朗 这种动物的关键特点是 它的心脏可以在几秒钟内 跳动高达250次 这种动物还具有鲜瘦的身体 半点半纹和小圆铜等丰富的特征 它们可以长到70到90厘米的高度 这些速度之王能够达到 每小时112公里的速度 它们的平均速度约为 每小时64公里 这种速度帮助它们 以迅猛的速度捕捉猎物 作为速度的代名词 猎豹们能够在3秒内 覆盖大约100公里的距离 是的 这种非凡的动物心脏 以更高水平将血液奔送到全身 它们长而灵活的尾巴 有助于在奔跑时改变方向 当它们的心跳达到每分钟170次时 它们会感到筋疲力尽 需要冷静下来休息 这些动物尤其是母猎豹 总是无所畏惧且狡猾 雄性猎豹是社交性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被称为 联盟的小团体中度过 当我们想到北极地区的生物时 通常不会想到青蛙 这是因为北极真的很冷 它们会被冻住吗 毫不奇怪的是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对于一种名为木蛙 也叫阿拉斯加灵蛙的动物来说 这不是问题 在冬季 当温度急剧下降时 木蛙会冻结 它们的心脏停止跳动 有时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然而一旦温度上升 它们会从冻结的状态中苏醒 心脏又重新开始跳动了 那个时候 它们感觉焕然一新 这种木蛙的特殊适应能力 背后隐藏着一个谜 这不仅令人惊讶 而且对人类可能有潜在的作用 在器官移植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 渴望解开木蛙的抗动机制的秘密 如果能够冷冻 然后解冻人类的心脏 将彻底改变移植过程 等待心脏移植的人们 将不再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等待 供体心脏可以被冷冻 并运送给接受者 无论它们在何处 这可能拯救更多生命 研半学冰鱼 继续挑战科学的解释 它是唯一一种 没有血红蛋白的脊椎动物 其血液是透明的 而不是红色的 半点冰鱼的心脏 比普通鱼的心脏要大得多 也更强壮 大约是后者的五倍左右 科学家们认为 这与它们的寒冷环境有关 南极水域以其恶劣而着称 但它富含氧气 比温暖水域更为丰富 这些无鳞鱼 可能通过皮肤吸收水中的氧气 而不是依赖血红蛋白 然后在低温下 氧气可以直接溶解到血浆中 而不是与血红蛋白结合 如果人类的血液是透明的 想象一下恐怖电影场景 将会失去多大的影响力 而猪如鳍鲸是世界上第二小的哺乳动物 它们的平均体重约为4克 虽然它们很小 但心脏相对较大 占据了体重的1.2% 猪如鳍鲸的心跳速率 超过每分钟1000次 相当于每秒16次 如果可怜的猪如鳍鲸 尝试进行健身计划 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想象一下要监测它的目标心率 会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